对民众所提供压平的档来看出 这条无人的这些新年人的情绪用品店 不用任何的观控 尽管理报的是这种店 又开在过年后无论的地方 是关里面就跟美兰这条民众丁 经过调查又发现说 这种无人的情绪用品店 开在后后比较有10间 他当初在设立的时候 规定的时候我们就有跟他讲说 年龄 年龄现在未满18岁不得进入 那时候有电源可以把关 现在无人的话谁来把关 议官标是说 发令有几款成人用品店的这个店铺 不能开在后后太过近 其后相关团队对这些新型的营业定期 没新资就来发给他们定期前 他新型网络跟一个营业的网络没啥符合 又没人够找 没人知道真的是有够理破 你刚刚所讲的 我实际上听到要气息 你知道吗 你是合发商业登记的主管机关 在你合发的时候 你应该要有做把关 为何你没做把关 你就让他拿了所谓的文件过来说 我就是在校园 超过200公尺我才可以设立 我现在跟你讲的 他是挂羊头卖狗肉 他是登记餐饮店 来作为无人成人用品店 无情无人够的新年人的这个情趣用品店 在南西就有十多处 以此分布在各校国中 甚至是各校人有 也因为开这种店的营业定期 是在进化教 开在学校边 又是看下教教和社会教 就连小部刮到卫生 叫康康座会 也有人有这点 你议官的希望 其父上官党为老师要加好安 应该提校定期的提校定期 应该出婚就出婚 不能让这种店铺 参害到小孩的心心灵 南天新闻 来一下议会采访报的 谢谢大家